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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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會考慮的名字收睇輔助教練 大臨平均 他們分別是 學院文化學院 文化學教導老師 和文化學老師 我們學生 學校中夥奧 文化學教練 張英國小姐 接著教學得勝中 學生文化學院 文化學教導老師 文化學方士老師 文化學教導師 學生文化學院 學院 trap 學院培獲 學院 Skull 學ville 學院 教學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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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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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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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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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常任理事局在安理會處理循環優惠或編整議程等意外的非程序性議案 只要他們投下反對票,議案就不會通過 而安理會的宗旨在這件章亦表明 是將維護國際安全與惡禍與安全作為主要目標 而且會以盡量和平的手段去達成目標 常任理事局的否決權作為安理會運作的重要一環 所以要憑良題成立與否,就要審視將會取消了否決權 是否更加符合以上提到安理會遲達的目的 而且要提出否決權本質上有權 本質上有權能夠透過改善機制來解決的廢署 如何幫今日反對決定有意義 第一,取消否決權是外國際安全與本末倒資 一月安理會有特別的權利 提交上來的議案都是能夠對世界的罪造成重大影響 故事審置通過的門檻絕對不可以馬虎 在這個設置下,取消了否決權無視大國的反對 即使議案能夠通過,但在執行時大國和反合在 都沒有成效,承認中國外交部部長皇帝 否決權是國際穩定的基礎 甚至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特教授特雷沙爾也指出 否決權可以防止戰爭和成功衝突 否決沒有否決權之後,不單只會多了衝突 甚至衝突是會由最有關事實力感情的大國主導 例如有最大型軍隊的中國和有最先進武器的聯閣 所以可以確立的是,如果強行無視國家的軍力 除了無助趨向武器,應該令世界上出現更多更大人的衝突 進一步為國際安全,和本身安理會維護武器的終止背道而止 第二,否決權促進國家溝通 被擊國際合作,歸先康星周園律師規派機構總監 推施力同時刻 當初安理會設立的副扣權的其中一個目的 目的就是平衡抵戰以後共產和資本兩大陣營 令兩股勢力在國際事務不能夠互相遞銷 確保國際結帳不會因為其中一方壟斷而不及世界大力 但到了這一刻,資本和共產陣營對達的局面依然存在 在一個被稱為新冷戰的時代,否決權繼續發揮他上世紀的作用 馬來亞大學助理教務長張優健說過 否決權保留了現時國際社會權利的分布 假如這個結構崩塌的話,將會導致權力角力的情況出現 令國際社會更加不穩定 所以否決權存在,是在建構一個穩定的國際社會 為國家之間合作打號基礎 除此之外,因著議案有著要有償所有償人理智國資料都可以通過 各國單純為了自己的利益去提出的議案 根本就不會通過,因此提供了一個平台 讓大國之間在和平的議題上初相提出的共識 所以在溝通之餘,亦能否推出的議案 是大家都會行政下,推動國際合作的談論 所以這個問題就已經不成立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了 許消化權不規復的安利會本身自立的中止 有方強制規復的合不合理呢?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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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取一下 豬是写式 strong 我們該一個關於 文文字幕志愿者 文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共产权与伴主义是对的 共产权与伴主义一定是对的 他们两个本身是伴主义的时候 共产是缝固的就是资源要分配 而美国等等的国家是缝固 他们的议员会失去投 我说的议员是不投 他们的议员会失去投资 为什么这些议员会失去投资 例如我先等一会 他们是因为他们想传递这个共产意识 那我就会投资了 为什么关于他们的议员有什么事 所以想问的是现在大会都没有投资 共产主义国家是否被打压得很厉害 不是的正确是因为有反对权 令到这两个阵容可以互相制作 问大会没有否出权 他们是不是被打压得很厉害 现在我们会有否出权的时候 所以想问在联合国大会里面 共产主义国家是否被打压得很厉害 不是的 所以现在大会里面没有否出权的时候 共产主义国家也不会被打压 所以想问有什么意外必须要被否出权 正确是因为大会没有否出权 令到这两个阵营的国家无法互相自由 他们不是被打压得很厉害 有什么意外必须要被否出权 有什么厉害 有不好的意外 有什么厉害 有什么厉害 有什么厉害的意外 有关于国际和平 有什么厉害的意外 有什么厉害的意外 就是要被否出权的法律 就是影响到大国的利益的时候 大国自己就会被打厉害 大国的利益是什么厉害的 我方主义跟你说了 国际和平这件事 要大国互相合作的情况之下 才可以选择 大国他们不理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就无法无关 无法实际这个国际和平 这很厉害 中文年,中文年,中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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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给大家一步 如果成不成应大革国的 拳力在国际事务上 应该比小过来不大 是的,那我承认了 今天我们给了这个保育权力 因为我们知道大国如果不 因为大国是要一起合作才能做世界和平 如果他们平衡的时候 那世界和平是否做不到呢? 大学是做的权力 那学生做不做到? 如果大国不合作的话? 他做不到 做不到,是的,我回答了 如果大国没有保育权力的时候 他们合作,他们不能互相制限 那一些大国他们不同意的议案就有机会通过 那如果当那些大国全部都不是一起合作的时候 那这个世界和平是没有办法失衡的 好了,同意了 再来,就是刚才我跟宫殿所问 他问有什么议案是不可以被投的? 你答不答到一些 为什么什么议案不可以被投的? 就是俄罗斯入侵 但是要求俄罗斯前冠 俄罗斯有没有看过 如果其他国家不经安理会去制裁 掩択他们的时候 他们做了什么手段? 他们反击的时候 他们把禁止了所有的来往 禁了天然气 那是不是更加压阻到世界和平和平和俄罗斯? 对 没错 没错 我们知道他在外面 就是如果美国那些在外面都照有制裁他们的时候 而那个后果就是俄罗斯会更加打 会更加害怕,世界和平和平 他们会更加做一些反击 那会不会对世界和平更有危害 是啊 没错 那我跟我说是 那就是证明就是 这些 首先就是 他这些 有时候俄罗斯这些那么极端的例子的时候 可能是没有办法阻止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当这些时候 那如果其他国家再继续制裁 只会令到近时更加升温 那对世界和平是更加有危害 我刚刚都讲过去了 最后证明看不过 多谢各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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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權以外決策到底有什麼無缺 來到一幅環節 當我們世界一面是三種事 第一 廢除 否有權 有方剛才說到九月權廢除之後會有兩大動態 第一 有方怎麼跟我們說 九月權就會無恥大國的意見 就會帶入到半兩百種大的衝突 就環迫到國家安全 所以有方在眼中 是不是大國的意見就大了呢 還是有方 或者所有意外應該直接被大國決定了呢 但是現在國際關係 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國家並且永遠對立 而共產主義國家也未必會永遠 和共產主義的國家的 而資本主義國家也一樣 好像俄羅斯和美國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 但是今年十月 美國公約所有人投國 在會議之前大會議提出 譴責全俄羅斯入侵哈佛議案 所以並不是有方說到那麼容易分別到他們的條件 最後反問有方 你講到共產主義國家那麼慘 那為甚麼 那現在是不是被壓贊呢 第二 有方論點子就跟我們說 他們就說 沒有許權之後就會蓄盡不到國家的溝通 但是我也不明白為甚麼他們會蓄盡不到國家的溝通 還有可以很難去共識 因為國家和國家之間都有很多不同的合作 他們就很難去 很不想共識 因為有很多投票的意向 還有第二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我們不可能看一看 基本上哪有九個月的合作 就是連瑞利亞政府殘疾民 光澤民居 我們之前是將香港 各國向瑞利亞人資平均入度支援 協助他們的同學 但是中國和俄羅斯就因為 跟瑞利亞政府是密有的關係 如果它多過以外 令瑞利亞的人得不到任何國際支援 所以過一六年仍然有1350萬人 在瑞利亞人道支援 如果都通過了議案 瑞利亞的人 是不是才可以在一年已經得到任何支援 是不是可以做到同學生協 然後再相信他們的網絡方法呢 第三 今天有幫浩丹都取消了規復人之後 就會危害國家安全 所以有幫浩丹不肯取消 但其實今天有幫浩丹 他覺得面對著烏克難處理這些問題 他覺得國家安全那麼重要 沒想到究竟裡面 在那裏給打擊仗的人 人的市民 可不可以保護他們的安全 可以給他們一些文件去補 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同時為三方是黃朱茜 在網上 接著我們是三方的報告 謝謝 評判署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這條題可以用世界上不同的大事來解釋 首先答案的問題 有一個主任最後問到 取消了考慮權之後 能不能夠令到烏克納的戰事結束 我幫大家解釋 為什麼呢 現在那份議案提出的就是 最制裁很難 但是我看到的就是 現在西方國家都在做議案 做提出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已經自行制裁 已經自民責責任 但是俄羅斯仍然無視他們繼續入侵 既然俄羅斯現在的立場這麼極端 他是無視一切後果去入侵 其實有沒有方權通不通過 俄羅斯今天已經決定了 如果覺得這麼嚴重的時候 其實根本阻止不了 換言之國際組織做到的事情 是去到某個程度 已經是不能夠發動 解決世界上任何問題 但是不代表聯合國 是失控的作用 因為這一類強硬的立場很少發生 再說了 其實正直就是這些逆中的立場 做任何事情都刺激到俄羅斯的時候 例如是俄羅斯受到制裁 他沒有停止入侵之外 還縮減了歐盟國家發售 白巴斯的自然氣供應 亦都出了很少的產品 第二就是一方人提到 最利亞這個流史 一方人說 最利亞發生一些人權的爭議 說要搶兵幫 但是最後沒有幫助 但是當時 不補充任何任何原因 不只是安理會否決了 其實有一方沒有聽到 香港處境反應 其實大會重應可以透過 緊急會議去派離開部隊 只是當時國家沒有告息 為什麼 正直是因為程序複雜了 令到做事少了 但是現在仍然是有這樣的方法 例如國家都會不透過聯合國去介入 但是相反沒有了 譬如我剛剛的立場怎樣達到呢 再說了 今天有學就說 大國會用那些否則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也正如 美國國務院的知識說 國際家會因爲自身的利益 得到共識 加入國際組織的時候 有方不要再把這件事說得很不正常 再說 現在國際為了爭取利益 而加入這個國際組織 就是它對於人們的責任 正正就是國際合作的管制 再說了 第三個國際組織就說 常任理事國 他們的權力過大 去控制那個理事會 世界面最重要是會考慮他們的議員 其實今天大國 為什麼我方會說大國的權力更高了 正正就是因為大國對於世界和平的影響很高 所以安理會的議員才是更加重要的 這個權力是必須的 再說今天其實不只是考慮五個大國 除了沒有常理事國的法律之外 仍然有很多人都會說 都是要九個安理會才能通過的 其實今天要討論一項議案 能不能夠幫助出席世界國平 不可以只是看聯合國安理會 能不能夠通過這個議案 而應該討論的是 無論這個議案能不能通過 是它的結果能不能夠出席世界國平 而我方見到是就算一項議案通過到 都未必是好 就算通過不到都未必是壞的 這次我方提出今天 現場的議員也不成立了 這個議員也不相 Quria 就是要去決定的議員 也不相和失地議員 要去決定的議員 就是這樣 如果要去決定的話 我們不就要去決定的議員 就不會去決定的議員 我們要去決定 就不會去決定的議員 還有這個議員 那你說 好 所以我們把議員 要去決定 Circuit 原来联合国以前都是不同的争扫 但是联合国以前有些国家的一种 就不应该做任何事 应该捡起手 有些国家去查证他们的提案吗 如果这些提案不做五常计判 五常计判会更加普通 如果不认为国家的一种 不做五常计判 如果不认为国家的一种 不做五常计判 其实今天就是觉得 没有钱就出了资源 这些国家都大了 俄罗斯搞笑了 向香港开始的自然气功 但是有些人出了 有些人在场面上 你说的就是不需要资讯任何后果 其实当时确定有着任何事 就算被人说不说之后 现在就会出了这些紧急会见 只不過是因為程序複雜,所以沒有任何的複雜 所以我們這次都說 多了幾乎 不知為何是香港人生 如果是香港人生的 我們不知為何是香港人生的 我們不知為何是香港人生的 這次是香港人生的 不是相處的 不是這次的 很多的 都有很多次不同的國際溝通的時候 不明白為何因為程序複雜 所以就不理任何國家的利益 接著有人跟我們說 其實現在我們不只是考慮五個大眾 我們也要考慮了很多理事會的基因 我們看到就是 原來現在中國的議論 中國的議論 全部都是經過 全部都是遷復過的 非常未遷復過的 為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就否決了 我最要跟我們說 如果我們想要試試看 我們不要再跟同一個名顏 我們要聽到 聽到我跟同一個人 你看看 在我們眼中 說什麼 我們看到 我們有看到 我 這樣 還是 你 我也 你 沒 也有 我会想到你会想到 在三分钟时间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关其实都是围着两个重点 第一就是大股不理不努力包他自己 或者他朋友做一些不断的行为 对世界有和平很破坏的行为 然而安利美就被一个机制包庇 所以变成是维持了和平 第二就是他认为应该少少或多数 为什么大国比其他国家特权呢 其实大国的利益是平坦的 那才是第一个 如果今天举了很多例子 例如俄罗斯在序里亚 很简单 所以为了利益 有国是否成应 大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他才会参加国际家的组织 所以现在有一群问题就是 他为了利益大同事 他利益的后果就是维持不到和平 所以这是有关和我担心的地方 今天有关和我说俄罗斯 俄罗斯现在这个立场是非常激进的 李明华 今天是安利美是没有制裁的 但其实他自己已经制裁了 但我们看到什么 战士是依然继续等待我来实 其实有没有用呢 这些制裁 就算安利美通过了 是不是就等于可以解决到呢 所以是否否否决了自己的错 而这个不单止是这样 因为他因为被人制裁 所以他连天然气的禁运 令到世界更加不稳 又禁运 也是禁运天然气之类的 所以其实这个是否可行的解决方法 我们都要论制 然后他说很多对利亚 或者其他地方 就是一些人道的问题 我都说过了 其实可以派 团立国是一对东西叫做南规武的 他就是专去维持无平 其实是可以派他们过去的 所以今天有帮他们废主体 有体内邦 但是我帮他们好处 为了大国一致 为了一齐活大国大庭共识 才可以维持到国律 有何种不用国律 你怎样确保每一个大国 其实他自己心底里 都是认同这件事呢 因为今天有强者 小数和多数 所以其实大国不满意 就算强行推出了 大国被非要接受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 会真心去处理一件事呢 所以成效 成效是否一定是这么高呢 或者或者 今天可以和国律 避免所有的大国 就是不容之 但是今天推出了出来 必然是大国全都认同的 那是否令成效更高呢 再说 今天为了大国和其他国家 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他们全都拥有核武 当时人力很高 经济实力也很高 所以今天说出了一句 要考虑他们的意愿 是更加重要的 而今天其实不努力 考虑他们 除了他们不否决 都要9个安理好城 都要赞成交通 都要2个 所以今天其实是要考虑其他国家 今天说制衡那方面 其实大家全力一样 其实大家没有权 但是全力一样 其实都是做了制衡 有某些权 某些大国可以干涉对方 所以大家才肯定协商 大家都不可以完全为所欲为 也都是他们不把我所讲的 就是做制衡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要看的 这一天 自己的标准 即使用来 那几个小时 就是做制衡 可以做制衡 因为我们要做制衡 可以做制衡 然后再做制衡 可以做制衡 然后再做制衡 然后再做制衡 所以我们要注意 可以做制衡 然后再做制衡 什么 就是 这一天 可能会太平衡 所以我们要做制衡 所以我们要做制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教罪代表我们去的地区 如果我们教罪会有力更大 所以今天这个题目的就是这样 我平均去处理这件事 我平均去处理这件事 你根本制裁罪亚洲 你制裁罪亚洲 那你是否可以说到整件事 如果他真的忽然去攻打俄罗斯 你怎样制裁他 怎样解答他 他都不会停的时候 那有班同学 刚才他问 难道什么都不做 他可能不该提出有什么可以做 现在看到原来以后不只是得制裁 还可以向着利亚人士 人道之后 制裁罪亚洲 很重要的这件事 我刚才前面都跟你讲过 这件事是可以联络过大会 都可以做的时候 再问一下科学 起来也要答 但今天取消防备 能不能够停止公民的事 我刚才不是讲过 因为我们在科学会的时候 我们要联合所有大国 他们是一事认同才可以区别 那如果今天就是无法停止公民的事 是否代表国民的事 在那里 今天我们 今天我们看到不同国家 都会对付 会是够很困难的 那这件事 不是很重要的 我原来是全部大国的意见 所以在联合国大会 所以按照他们的决策 如果不是完全不合格 因为那个情况的时候 现在是否淡立第三次世界大会 因为联合国所负责的一个 职责制 在于是给一些建议人 但安理会是真的做一些 有实质 有强带 有法律责任的一些行为的时候 这个更加 所以这个重要性是有分别 所以这个情况下 更加在大国的议员 如果不在大国议员的话 就会这样 它就会不断 它就会更加 所以更多纷争 就会更加越人世界大会 如果有那么多 如果有那么强 但如果有那么多 美金制都会帮助国家 都会不断 不断 不断 有个强带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当有国家不满意的时候 它就算是少数 它一样可以否判 而我们强调 为什么它少数 都要重视它 因为它是大王 它是大的造者 影响 不单是波及它 它可以做出很多影响 有个同学今天就说 它现在都一样没有人的行动 我就觉得不知道 我先问一下 有个同学是否认为 这个表面上 这些汉潮和平 实际上是否很和平 有个同学回答一下 是否大国不一致 如何达成了和平 所以有些重视少数的意见 是否有些重视少数的意见 在大众业主流的意见 是 就好像一张东西 你有一个大股东 你也有一个小股东 那你揍他的时候 就是要手指優先去考虑大股东的意见 因为你小股东 其实他们没有办法 做了更多的影响的时候 那这些就是 如果他权力变大的时候 那么他的决定是否越大 他的决定是否越大 他的决定是否越大 他的决定是否越小 那这个就是我帮你提出的东西 那想再问多一次 有什么时候 你跟华尼亚还在那增加了些什么 那你听话 一个小股东 小股东 不等于是小寿星人 不是只等于小寿星人 那大部分主流 都是通过的意外 就都可以否认他 没错 就是因为大股东 他们的决定是很大 它影响力很大 就像俄罗斯那样 它可以随时 扔个核弹下去 如果客人有持久 那你是不是要 但是其他小股 有没有办法做到 没办法 那这个就是见到影响力的分别 不是 就是我们见到 如果我们不相信的意愿的话 那后果是更严重的 我们见到就是 我们制裁俄罗斯之后 他更加做更多的反击的时候 那对世界和俄罗斯 是不是更加没有理督 我再问多一次 如果客人有问 最美的俄罗斯 有什么 革命什么都应该不做 你可可作一个 有没有例子 可以说 除了安理会 除了解责他们之外 有什么可以做得帮他们 如果他真的有人道之外 我们还可以救他们 使用化学部 封销 能够做这些 不足处的科目呢 就是有不同的 但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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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抗時間用上正方向於一方十秒 請自由看出一份落空的禮物 你有沒有跟我們說可以派為和部隊 派為和部隊 請給大家 請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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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 在俄罗斯的平均 大家知道两个市场辞职的时候 不应该是打平均 但政府做了俄罗斯和政府是盟友 所以制裁他们去救援 在俄罗斯上达到俄罗斯上达到俄罗斯 这应该还给大家 请问大家可以用到建策上面的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大约准备时间慢一点 相当前面有一分钟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我们都不如当用 正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有些同学 如果我们要服从小数服从高速 要促进和平 便要通过那些研究 小数服从高速 小数提供了些什么呢?就是说到俄罗斯 中国 美国 这些核武的国家 如果我们今天强迫小数和高速的时候 同学有考虑过 其实每个国家的影响力和议员都不同 在安理会上 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局应有更大的权力的原因 因为他们的影响力不同 当今天他们可以随便一核弹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同学 如果你逼到他们使用这一步的时候 是不是更加比较社会和平呢? 那同学不断听一句俄罗斯 敘利亚等的例子 就是跟他们说 如果我们无法的权力通过这些议案之后 可以帮到他们 但是没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他们这么迫进 是怎么发动了战争的时候 你觉得 他还会不会听你的这些意愿呢? 不会了好一点就是 当你跟他们说不准爆攻击 不准他们这么多人停战的时候 他还会不会听? 不会了 我说今天已经有最好的方案就是 联合国这个南非部队去保护人的安全 我和你说 保护他们的安全也会激勾他们的 但问题是 南非部队不是他打仗 而是保护人的安全 那些大国去攻打这些国家 那些国家是小的嘛 是拿个人去攻占他的地装 所以我们保护平民 只是尽量将伤害减度最少 再和你说 就是什么? 全部在安理会上的事情 应该就会变成由大国控制 大家先看清楚 大国只有否决权 但是没有强制赞承票 那我说 如果要赞承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要通过的时候 就是要有恐过理事局 才可以斗票 那何团是责系何团的控制呢 只是尽量防止了这些大战争一触即发 那这点国家做的可能性 然后我说 其实他在那里看很多事例 其实他在那里问他 是不是什么都不做 是不是什么都不做 只是他举了一些 他有没有什么实例 可以真的可以救到他们呢? 没有 跟他说 都只是一些很行动上 但是他在那里面上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实际 没有实际的帮助的时候 跟他说 这些东西是否没用呢? 这两个势力 不会有其中一个突然差飞来的火星 如果在这个地方上有政治 就一定会有交涉 但是是否一定要靠战争去解决呢? 是否一定性地为目牌者为头呢? 不是呀 因为政治就是共存的艺术 这个世界上 从来都没有一些国际关系的零花妙弱 没有一些办法 就是坐在那里慢慢谈 互相反对 希望大家同意才通过 才不会产生争争 而这个就是那个权在国际上最后的 值得一面 国际各位 各位大家好 我都相信国际上能够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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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但是历史的教育告诉大家 国际的决定不一定正确 当时德国人相信 希密拉可以带领德国前章 但希特大博视其他声音 以激进错误的首定为自己国家争取利益回彰 今天一边的国家就可以推翻整个议案的结果 博视其他国家的经验的时候 这些人会感受到决定的决策和决策 决策方式只会令到决策和决処好的决策 而为他决策或决策 反了它令到决 groups 那才归纳今天的双方苦力的三大重点 第一 今天有一さ油箔国家争取得首二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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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 但有一些人 transfer hoje 但问题合选为香港不满 un 但是北国家会认为补 Mick 所以,因为 проблемы不重要的 其实目的是热认好的一生上大战争 原来我们看到现在联合国大会的所有议案的策划结果 都不是完全符合多50个家议院的时候 完全不明白现在有办法到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今天有方说有方说有方说 就是说今天有方是欺善怕我谁我谁定刻 因为他说办法冲突就什么都越重 选难恐惧 有方说可以通过沃尔 明明是今天沃尔坐在一起的时候 被大战用一票法国权保护了的时候 不明白今天有方留住法国权 为什么就会令到冲突消失了 而我们今天看到有方说什么的态度 才会令到这个世界受到更大的伤害 如果都充满了否决权 俄罗斯切关乌克达的意外 就能够通过冲突也能够减少人的伤害 就如今天我看不停出身的日度支援 他难道今天日度支援会发发更大的冲突吗 通过了只是能够想令那些法民 特朗感到的支援的时候 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人体更大战争 而这些议案通过了之后 对受正可适合的平民港币救赎 对这个世界来说是安逸和气 第二 今天又方符担心 他说没有了国权之后 就会失去制衡 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权力 就会非常之对等 但是国际关系复杂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 不是永远的类达 而共产主义都比于永光共产主义的国家 他觉得反国权就算取消了 都比较成全世界努力了 或者一些例外帝族已经弱过不满 但仍然我方刚刚说了 来人导支援 不是发发更大的战争的时候 不明白怎么这么不满 就是我从今天任何人 那么注重这个声音的时候 那上大阳当地 现在那些大国认了反国权 他违法了这么多国家 更大主流的声音的时候 为什么会发发更大的冲突呢 但是我们看到 然后呢 大国权的失败其实是有前驱之下 当初国际联网络通过 需要全体一致 一个人反对了 预案就无法通过 换言之 每个国家都有一条均 一个人反对预案就无法通过 到时很多呢 能够平静变火的预案 没办法做到 没办法阻止到 大国予相入身的国家 最后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BINCAD 正在警醒大家 这个错误计图的制裁 需要改革 才能阻止到 更多残痛的局面 地理合作 和鼓舞国势力 搜寻 共同的收益 世界大战 这些小型的关系 好 在阅中和鼓舞 所以我们是在阅中 做什么 像是 是 最新的 最新的 发生 在阅中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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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其實那些燈場 但原來比賽下的金牌呢 我又會覺得跟上一場有些不同 即雖然雙方沒有看力 但其實那個不同的地方就是 有一些在上一場我聽到的 某些內容金牌 我施加上的一件事 因為我怕我混亂了 那首先呢 靖岡 英國去講的 最尼處有幾個什麼 合國的安全採用就變得更加 很明顯 還有又有一個尊重的民主的機制 而這個機制最後可以帶來的實際 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令某些促進和平的情況可以通過 譬如在一些人道救援的方式 又或者是甚至可以令到最後協議所說的 會令到惡劉 我先不說的 好 首先說正方對這兩個論點 的論述是什麼 小數會復平多數 於是可以互負到全體的利益 這個究竟是否一個現實呢 我不是說我bias說的一句 但正方有扎論的告訴我 取消了開拳之後 小國是可以將自己的故事 而不會受到大局的擺論操縱 這個事情就是我剛才在上一集 聽到但今集的反方沒有進攻的地方 我自己聽不到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正方是特定的 即是在否決權利取消之後 你取消了一個利益 就是這一點的可能性 但是去到第二點 就是反方有進攻的地方 就是究竟你的議案 如果是在沒有否決權利的情況下 可以通過 它的後果會是怎樣 這一點就是反方今天很著力的 攻擊的地方 就是一 你的議案即使是保可決權利通過 都大國是不會真心 甚至有些大國是退出 或者大國會繼續違反聯合國 決定會繼續監視他們應有的 或者繼續進攻其他國 也就是說 正方就需要在這個地方 做一些交通上面的努力 那你們有做的努力呢 就是一 你們有說過 其實有些議案是大會通過的 而是國人反了 中國常理事國的某些國家的意義 但是也沒有明顯的衝突 那其實那些是什麽來的 那他們大會通過了多少呢 還有那些事的程度 即是可以跟他們運用 否決權利那些事的程度 如果正方是沒有交代到那些 所謂很多東西都為了 但無稱特上的問題是說 那這個論值是我覺得有些見證的 因為我根本都不見證 我沒有理由 那麼多年來沒有理由 安全不達到那些故事 所以這一個是我覺得有少許可惜的地方 第二件事就是究竟 正方是怎樣去到論值 或者首先要看你們的擺位 如果你們立行長覺得 常任理事國或者聯合國裏面 他燒了法規條之後 那五個大國群體都依然會留下來 而這些事情是反方很少 很少去著重攻擊的 因為在反方的世界 他覺得有機會令到那些大國退出聯合國 而就算那些聯合國 就算那些聯合國繼續留在安理會 他都會更深情願地去到 推行某些近度一環的政策 但是這個這個 還有我凡方都會說的 就是凡方這個其實比較無影響 那個立場 或者你打算把人的影響 的立場 竟然就代了你們自己進軍 所以就變成了狼狼 雙方都聽不懂 究竟你們覺得他消了一個權勢 五個常任的情況會選擇留下來 沒有常任的情況 那他們會選擇留下來 或者是真的會覺得不拒絕的 還有就是這樣 究竟你們覺得安理會的約束力有多大 是不是真的只會安理會通過所有的事情 跟著那些有入侵 或者是在侵略別人國家的大國 就會尊重你的決定 假設你真的通過了 你看我們真的通過了俄羅斯要接近 那黑蘭的這個臉病 那俄羅斯要入侵 那你可以進去 或者你期望 那到時聯合國可以進去 是不是就是聯合出兵 那我們就先開始了大戰 所以究竟你們對於利署的影響是什麼 或者你們如何推論那個利署 真的是一種世界上的我們 而不是純粹一種公義上的彰顯 我就知道他應該撤軍 但是如果那個手段會觸達到 他打第三次會經常大戰的 或者他會經常打的 那究竟這個利罹真的會打破壞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政方在反方有嘗試這樣攻擊的情況 都已經是不夠力的 你都只是說 有些政策是應該要推動的 不過因為那一月沒有推動 而其實反方是說的都比較expressive 去到特別後場 他有說過 我知道你有些事情會帶來和平 或者那些事情應該做 但是那天你會帶來更加大的反方 或者更加不妄亂的後面 反方如果說得很清楚這個logic的話 你們繼續用同一個講法 他力量就會上來 這就是我聽到的那個判斷 那對於反方來說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們真的會交道得很清楚你們兩場 第一你們覺得會不會讓國家退出 而退出的後果會是怎樣的 因為可能你們今天的策略就是 無論他退完不退出都是會有位置的 即他退出不知而是令到年後方 會暴躍國際聯盟的後層 會慢慢變成一個不軍事力量 或者沒有經濟力量的一個國際組織 很弱的那些 但這個你們不說得不多 反過來你們只是說 他不會陰心情願地去集合 但這些事情也是跟正方一樣 你是說得很不細節 譬如你決定了繼續 正方的想法就是 那我當時就可以派人物救援去聚雅 但是聚雅那些軍方 都可以襲迫你那些救援人 對吧 那你怎樣避免這些事情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通過了的那些議決 如果得不到大國的支持和認可 而你在票數上面反映到他 你照通過 是不是真的會有實際的理處 反方就是想在現實世界裏面 其實他的投票是沒有用的 即他通過是沒有用的 那反過來反方其實就暫停出了 你也是論證的 你只要去論證 那為什麼維持有個投票權 就會比較好 或者會那麼壞 那你當然今天坐上去 牛仔又說一下 他不是好了 因為的確有些人的救援派不會出去 那但是為什麼會那麼壞 你就可能說剛才的說話 就是因為如果你的議決是通過 都要派為王無女或者人道救援 但是如果大國本身是不同的 而他沒有得用 口決權和口決權的案外 他就會用自己的其他方法去處理 例如是軍事力量 或者經濟制裁 或者他單方面的入侵 甚至是一些違反國際法的殺害 那於是你就只能夠說他沒有那麼壞 替我救了少了難民 或者救人 不能救人 但你起碼不會確認到更大規模的戰爭 或者一些違反國際法的戰爭去處理 因為始終大國演解了口決權 或者雖然不需要尊重大國的口決權 這些東西其實他底腕裡面靜複 覺得應該尊重 所以他才追求一國一票平衡 反而反國人覺得要尊重 而是有抱上眼睛說的 那些立場 來推論一些你應該要做到的進步 那这间座政官是因为很忍悔地地说 而就说得比较去 因为那些力处真的有点灵魂 你们可以说到完全不需要理解 我们将来公议的了 是不是谁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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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国际关系就是 如果不是你是解释不了 或者会令到我们 你一开始就会很不准 所以怎样在那个现实和理想中 找到平均出来 其实政官是可能做多一点的 而反方就是应该 既然你都说得这么清楚 你都是摆正面实 但是你又要摆一摆 那你可不可以说清楚一点 你怎样判断那五个国家 会有什么的行动 或者是政府或者是手段 还有就是我两场都听不到 其实其他那九个 整个安理会里面 被五个常理事局的 那些历史局其实有没有说的 或者有没有做过什么的 另外还是他们都只不过是在那 在分担自己的阵营 他们都一直在有个大陆认识 例如说可能突然有时候会谈到自己的 有时候会谈到自己的国 有时候会谈到自己的支持中国 那其实可不可以尝试 还是会谈到整个组成里面 你试过其实都是有一定的 专门罚值的 如果给你们的反方 可以谈得清楚一点的话就会更加好 因为你们后场尝试开始这些东西了 但是是不够时间的 就变了我觉得有些散试了 因为根本都打不到 就已经要停了一场比赛了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了 那在阶下有什么问题呢 就先来设计一下订阅 然后整个两位已经应该有很方向 就是这样的 我们再来订阅一下 現在有兩周的主持在表現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 我們就兩次說了 那我講了我覺得最明顯的一份 就是最明顯的一份 那你首先說到 你們的方式 你們的方式是說 你們的方式是說 你們選擇的那種風情 是比我們更少的 但是在反方來中 你們的風情是要覺得 它有那麼多的力量 你就要給回那麼多的力量 這個已經是大發的 風情的一個理解 但是去到後場的程序 情況大國的環境 其實都只是停留在 你真是誰帶女王 誰帶女王 你真是大國就懷世 有天花生物不用懷世 但是就聽不到 我們明顯的表情 變成了兩種故事 很難以為 其實是國樂園 有自己的女公婆的理解 但是就見不到 哪一個孫的地方 但是我想一下 會不會可以跳出一份人 是否真的 這幾個現在所謂的理解 其實他們那個影響 他們的圖案 真的很大 因為我自己有的 我沒有跟蹤 我自己的那間工作 但是我有聽他們開會 但是他們有的那一刻 無論在那個鏡 譬如說 在廣播後台 關閉力量 其實原來如此 不是那個人 其實原來如此 那裡原來是小的 就是原則 最難得 這麼厲害 那我認為那時候 那些美工人 他們還有一些小國 他們的付出方法 很不同 如果人家會跳出 過去的浪班 那他們出來的 原本 結果不是真是最大的 那 從來這個 那些地板 那個病毒 如果人家會 用這個人 那另外 如果說到廣播的話 有一次我聽到 你們說出來的標準 是當年 不安全的 就是現在我所說 是有一個環節 本書其實我聽到 有些期待的 你會不會講到 一個怎樣 你會講到這次的光環 那我聽到 那我聽到 會覺得 那些人是很不滑 那我不是說 那我聽到 那我看過 那些事情 對於那些事 就是在這兩個地方 我看到那個 在身體上 是在那些人 那些人 可能如果說 如果那些人 如果有學校的話 會出張 那我看到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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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些人 因為有些人 因為他都經歷了 他經歷了 就是跟我們解決相關的不相似 那我覺得很多時候都會有所謂的事 所以我覺得你的主事 你的電視版網上最多的生活 當然是想某些一個很平的存在 究竟它是可以出席的溝通 或者是想讓它更加不相伴 那會不會在這裏面 是有很多想法的事情 最近,周文明,你怎麼說的? 剛剛就有一個訊息,我還這樣 首先,我覺得今天上方對於智光化學的描述可以再多一點 例如今天正方是關於一傳二的 但是剛才在主線上已經開了三個目標的 例如平衡和平衡 主要就放了在關於人權方面的東西 然後眼封就會主要是說大部分影響力 但是我覺得在這兩方面 雙方對於這個面目都是不同的 首先說了可能反方大部分 不停聽到會說大國會有很大的影響力 然後它會有很大的影響力 但是實際上究竟你有些什麼可以令大國可以做到更大的影響力 除了只是說它會有一個影響力 但是電視的可能時間會有很大 但是其實我覺得你去得那麼準確 它是說的那些品行蛋 我會在那個藍炒 例如你想說它在聯合國上的影響力 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 例如可能是俄羅斯 它可以剪斷別人的天使公司的影響力 這些影響力 還是它很容易會影響到其他國家 或者它有很多聯盟的國家 所以如果它一個人會有其他 它會這樣幫忙的時候 它會帶它走人的那種影響力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都是比較清醒的 因為那些 我比較清楚的時候 可能是主線 我會聽到你所說的 其實是說一旦爆發戰爭 一些大國所做到的固定規模是最大的 但是我覺得你不需要說到固定規模 因為可能是除了藍炒唱樂師之外 你要說到一些大國康的影響力 你真的不需要說到固定規模的打仗 你要冷靜到它會打仗 我也覺得對你來說很可怕 你只需要例如是現在中美海先生 但他們的影響力也不需要體驗 在一些真心槍神彈上面的東西 你所說的影響力 應該是在一些大國康的投資 或者是一些天然之源 或者是科技實力等等 他在那個局面上 但不知道局勢是怎樣 我覺得是要再加更多的東西 然後再說回情況 情況很不停 很掌握那種人權 但我覺得假設了 但我覺得那種人權 應該是所有人的第一項目 因為很多問題都不明顯 那是不是應該 這兩個的利益是隔於人權 又或者是 公民啊 FREDI 我都會聽到很多這些問題 所以原來講是心理的 你的情況 你去上一段時間的時候 我覺得你足夠去廣告 究竟一個人權的影響是多大 甚至乎你留在一個現實的時候 如何為人才達 我們所說的很掌握 例如我假設時間 我也是通過了一個網路 你不需要說 聚力啊 人都在網路 究竟他沒有了那一段時間的時候 是會究竟怎樣去通過 不過他會做什麼事 做完之後是不是能夠成功 但見面那一段時間都很掌握 我覺得是影像的 成功很重要 因為相關於自己 秉持的價值 我覺得有少少離不離開 但你放回到一個現實上去說 然後第二件事 我覺得爭取也不需要討論 就是一個關於 我相信自己剛才也不需要 但是假設我真的除了 或者是我們今天 由否決定 然後必然我不能通過的時候 會用什麼去處理 所以我聽到 正方的宣傳法實在沒有了 所以說沒有人的救援 那些人沒有人救 那些人沒有人救 那些人就不會去處理 那反正的宣傳法 其實有不同的 反正的宣傳法在一部的時候 我會聽到他說 首先他有一個類的東西 另一類就是 類似俄羅斯那些 就是本身一些 本身你有沒有法權 都解決不了的 因為你過了制裁 你不過制裁也好 俄羅斯都是會堅持他做的 就算有其他國家 其實都會堅持 就是堅持他打的 就是堅持他打的 第二類呢 他會是 他們啊 是啦 就是 就是 就是最厲害不是因為 否決人所以沒做到 是因為其他國家都沒有公正 我覺得呢 在這一方面 關於其他國家會怎樣做 即是否決定了 第二類的 其他國家會怎樣做 雙方是很硬的 我覺得 對於理論的 可能取締了 可能不見大於 譬如說是有一個 一定能力不需要的 譬如說 但我覺得雙方著脈 在這個地方的位置 就對了 那 是的 例如 那這個話 我也想問一件事 就是 雙方對於這方面 我覺得可以說得很少 但是同時你要留意的 是你自己可能能強行 例如 今天究竟你們是覺得 乾地活 是有用的 還是沒有用的 通過了一個議案 去強制做一些臭 究竟是有用的 不適合 到底有什麼問題 因為 可能一開頭 我會在 一開頭 一開頭 就在主線 都會很清楚地說明 如果你沒有了 副血緣 就用了副國的安全 有副國平族 充足來溝通 那可能去到後場 去討論一些 指示 這些指示 就是留著你 就好像有一點 覺得他額思 就好像變成了 但是不論是通過與否 那結果都是 不論有副血緣 那結果都會很弱 那就會變成 我覺得你有一點難度 究竟是 在你生活中 那個副血緣 真的做到 沒有通過了一些 究竟在你生活中 副血緣的重要性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 還是 還是 好像你後平所說 面對某些事件的時候 其實不論有和保護法權 的結論都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覺得 是兩個最好的原因 對我來說 我覺得兩個都是可怕的 但是你沒有這樣 你不能夠一天跟我說 哇 這個法律權很重要 因為你有了就有了 沒有了就安全 然後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的回應 一些實力的實力 隨便上面會變了 其實就算過了 就算 報告證明就算過了 其實 這個制裁都是 其他國家都會自己去市場 所以其實 聯合國 大家都同意的制裁 又或者是由人不同意 所以結果 不可以在這裏 實場的結論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這個位置 可能要來清一點點 然後另外兩件事 我覺得 大家要多說一點點的問題 到底在大家心目中 你想不想看一看 這個聯合國 或這個安利會區 就是這個 還要做的東西是怎樣的 大家想去做做的事 例如 我今天會聽到 那一段時間 國民安利會區做事 我都會跟他說 在聯合國 都可以在不理那五個 民旅行的時 口誤了一些東西 那甚至沒有幫我 講到的那些 直战争发生 那我觉得这样做是外面的 那我就是整个不停的 可能是这样的事 但我听不到这两个人在说的是 到达会充满了些什么 那些是那个共作者的故事 那我唯一听到的 大余和安理会有分别 会在板杆提出的 就是说 大余说的只是有点逆致 这一是特别的 所以他的反击 那些反击的反击 智慧的反击是不会有强 因为他就顺利监管理 但是我觉得 如果正光是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应该多拿一点 究竟是什么事件上去说 例如不一定是简单 都可以在一些 可能是一些医疗等等的情况 究竟有方便说一些 究竟大会通过了 二十五个人 是不是只不过是不可能 那些可能是不可能 如果问你十日后 没有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听到会觉得很难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人可能会再说 例如我会在一部那边听到 你很多时候用工直接这样讲 你尝试了通过评论 怎样 不完全有意思 也结果通过了 有些人 我觉得可以的 但是你要讲多一点 然后除了这些词外 还可以提起一个 你要讲的话 除了你除了这个情节之外,你其他会怎样做 又或者是,我刚刚说过,碰碰了之后, 然后我怎么会令他真的更好, 所以刚刚你要回应的是, 那其他关系,其实那个关系是, 那另外就是, 是的,第三个,我最后再说一次, 我觉得大家要,可能去到辣热变或者后场, 我都希望大家会说, 关于国际关系的难保, 因为在我们心目中,在这些情况, 或者是有冲突的时候, 究竟是理想和放在哪里沟通, 例如样沟通, 又或者是, 怎样才可以做到,有得最正式的关系, 因为我听过, 坦方有说到, 但一共大国士, 不重建, 这些事就会工作得不好了, 但是, 坦方也有看出过, 如果等到个个都, 你才愿意去通过一件事的时候, 那么, 一来, 它很麻烦, 二来就是, 你会什么都做不到, 那我觉得, 其实大家, 我都没有听到, 究竟你说的理性情况下, 怎样才是一个最有效, 或者是, 最有利于一些国际合作者去, 进行的一个国际合作者, 究竟你们想达到哪一件事, 即是, 你正好不可以, 一边说, 你可以准备所有的努力, 那么, 你要说, 究竟是, 是的, 即是, 你都是说香港人, 你都会觉得, 怎样才知为之, 最后来的一个成果, 那么, 我都幅然, 不太要做, 你可能不是等到, 所有国家的方面, 但是, 我都觉得, 双方都没有比一个, 很深的困难。 最ğer想起人的问题, 就是他们一期化的, 我们现在可以再说,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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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